一元成岩系外型甜美 凭借电影《那些年走红红》 后封为国民初恋 他与2016年与中国演员成小结婚 随后迎来儿子小猩猩的诞生 近期他带着儿子到北京工人体育馆 观看阿根琴国家队 与澳洲国家队的友谊赛 希望能亲自到现场一堵球星没席的风范 随后他在个人微博分享了当天的照片 托洛娜是自己和儿子的第一场足球赛 开心直呼追到了 最喜欢的运动员的球赛 真的是太幸福了 从照片中可以看见陈妍希和儿子 都穿着同款球衣 画面看起来十分温馨 而陈妍希绑着双马尾的造型 加上动领脸蛋 完全看不出来已经40岁了 反而更像是大学生一般 超高颜值获得网友们狂赞 今次回到区别人的节目 不过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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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